今次介紹的單位是紅横換言二句 原積是開放式設計 面積284呎 屋主一個人住 設計師為何會將單位設計成這樣呢 屋主喜歡輕風熱風格 和一些英式的復古元素 所以我將這兩個元素合併 一起設計了這間屋 客廳的電視組合櫃 用了木紋、黑鐵框和鐵線玻璃 來呼應全屋應能輕功熱風的主題 另外也利用了高樓底的優勢 做了一個到天花板的高薪儲物櫃 令屋主有更多儲物空間 開放式廚房保留了原裝規格 不過好像不夠地方用 這一張就是一張多功能的吧桌 因為原先的廚房工作檯面不夠 所以增加了一個檯面 就可以讓它做料理和進食 我們在這裡也做了一些吊架 和儲酒的位置 屋主邀請朋友上來時 就可以變成一個小酒吧 包桌前面有個玻璃式物櫃 既可以分隔開廚房和客廳兩個區域 由客廳望過去 又可以淡化廚房的感覺 在圓關這個鞋櫃 我們就做了一個座位 方便屋主換鞋 我背後的灰鏡 就是要來整理而用 以及可以利用它的特性 擴大這裡的空間感 連接圓關和客廳的走廊 都化了一些心思 下面做了黑鐵網特色牆 上面就做了開放式層架 放置屋主的裝飾品和珍藏模型 因為屋主希望有私隱度 但又想提高客廳的採光度 在兩者平衡之下 睡火與客廳之間的門 就採用了灰色玻璃 而拖門就採用了穀倉門的設計 配合全屋輕工業風的風格 人窗的位置現在變了主人房 這個衣櫃用了英國國旗的暗花設計 呼應屋主想要英倫風的感覺 床底和地台都有儲物空間 因為全屋輕工業風 因此用了不少深色的鐵件裝飾作點綴 為了淡化金屬好酷和眼斑斑的感覺 所以安裝了暖黃色的LED燈 營造舒適溫馨的氣氛 為了增加空間感和層次感 所以在屋內很多地方都裝了燈槽 達到滲乾的效果 謝謝大家